既然马和驴能交配出骡子 那为什么没有马和牛交配的产物呢 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呢 我们都知道 马有着跑得快 力气大的特点 但是缺点也很明显 那就是耐力并不好 而驴虽然速度不及马 但是足够吃苦耐劳 于是有人突发奇想 能不能把这两种动物的特点结合一下 于是骡子诞生了 这是一种结合了马和驴优点的生物 既然马和驴可以杂交诞生新的的品种 那么牛和马可以吗 首先杂交动物的培育 其实是很难的 两个不同的动物要进行交配 首先要考虑到这两个动物的发情期 以及交配季节是否想通过 马这边的交配条件比较简单 一般的马三岁左右就可以进行配种了 通常会在秋季进行 交配的时候只需要找到一只 处在发情期的母马就可以了 但是牛这边的交配条件就要苛刻不少 首先要考虑到体重 母牛在交配的时候 体重应当控制在平时的7% 过于肥胖和过于瘦弱都不适合交配 另外母牛的发情期是不受季节影响的 这样有好处也有坏处 好处就是母牛随时都可以交配 坏处就是交配的时间无法控制 同时母牛在发情的时候 还要等待十几个小时才能配种 所以说要想找到合适的马和牛交配 条件相当多 而且难度也不小 可即便天时地利人和找到了都刚好 可以交配的公马和母牛 就能顺利产下后代吗 既然马和驴能交配出骡子 那么有没有马和牛交配的产物呢 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呢 马和牛的交配条件天差地别 但如果真的能找到合适的一对 就能顺利交配并产下后代吗 也不尽然曾经有印度人做过实验 他们将马和牛放到一起 但是一段时间过去了 双反完全没有搭理对方的意思 实验最终以失败告终 事后他们分析了失败的原因 发现马和牛在发情的时候 都是靠着尿液的气味来吸引异性到来 但由于双方不是一个物种 所以尿液也无法吸引对方 既然都没办法让对方对自己产生兴趣 那么让其交配也实在是无稽之谈 即便一牛一马真的产生了感情 开始交配也是生不出下一代的 这是因为动物杂交简单一点说 就让两个不同亚种的动物进行杂交培育 让它们优秀的基因集中到下一代 但是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难的 不同物种之间的基因 染色体差距其实是不小的 杂交动物的细胞会相互融合 染色体也会重新组合 如果不是同属的动物 根本无法配对 比如马的染色体有64条 而牛有48条 双方的染色体数量差别太大了 根本不能形成有效的受精卵 也就是所谓的生殖隔离 生殖隔离就是大自然为了防止世界变乱 而出现的一道枷锁 另外杂交动物也不都是优点 还是有很明显的缺陷的 既然马和驴能交配出骆子 那么有没有马和牛交配的产物呢 这么做能行得通吗 杂交动物的优点很多 但是这并不代表它们就是完美的 杂交成功后 想要完全继承父母的强项 那是不可能的 比如骆子虽然力气很大 速度也不慢 可以说是一种很不错的杂交动物了 但是骆子有着最大的缺点 那就是无法生育 驴有62条染色体 而马有64条 由于差距不大 所以马和驴可以交配并产下后代 当染色体数量对不上的时候 身体就会自动中和 最终骆子有63条染色体 而染色体如果是基础 就没有办法分裂出生殖细胞 这就导致骆子是没办法繁衍的 而且动物杂交 不仅有无法生育这一条 寿命缩短 存活率不高 这些都是杂交动物遇到的问题 例如著名的狮虎兽 就是将狮子和老虎杂交出来的品种 狮虎兽有着比老虎狮子更大的体格 但是因为基因缺陷 导致狮虎兽身上的肌肉十分松弛 也就是所谓的虚胖 另外狮虎兽还无法控制生长速度 它们会一直生长 直到自己的身体撑不住了 总之杂交动物在如今 依旧是一项不成熟的技术 这项技术所造出的最完美的动物 也就是骆子了 可即便如此骆子 也有不少缺陷 人类在研究的时候 也应当遵守自然规律 不要随意违背生殖隔离 那么你对杂交动物有什么看法呢